关注在屏东临边大桥的画面 今天下午风墙宇宙 道路积水未退 在恒称的湖内陆 也仍然饱受淹水之苦 至于南州乡 万华村同样是泡在水里 新园乡港西村 目前积水已经消退了 民众忙着清理家园 而在浦园村 前一天溪水暴涨淹没余温 现在积水逐渐退去 民众前往捕鱼苦中作乐 大雨滂沱 车辆行驶水花四件 眼看积水太深 用路人赶紧掉头 民众也连忙清水沟 西南气流威胁 屏东出现强降雨 周日下午临边乡道路瞬间积水 民众也把爱车停在桥上避难 而稍岛前 强风大雨也袭击墾丁 停放轿车的空地 积满黄泥巴水 墾丁船帆时附近 由于土石冲刷 马路泥泞不堪 有货车轮胎陷入泥巴 无法动弹 请来耕耘机协助脱困 另外在恒春湖内路 深受淹水之苦 大雨下个不停 整条路被泥水覆盖 而南州乡万华村 同样泡在水里 车辆经过渐速慢行 还有骑士就怕熄火抛锚 缓缓牵着车前进 真的烟怕了 居民也连忙堆起沙包 此外前一天 当地传出有男子疑似落水 锦销人持续搜救 触动橡皮艇 锦销在水面来回搜索 但男子如今人下若不明 至于凌落大牌 挡水墙接缝处出现渗水情形 这就是台湖的感觉 淹水面积无法估算 村民还担心雨继续狂下 村子恐怕遭殃 这里都到这里 人家靠在这里 而新原乡港西村积水已消退 民众开始清理家园 前一天 盐浦村西水暴涨 淹没余温 随着积水退去 民众前往捕鱼 这都意外几乎的 雨势虚缓 民众体验另类农家乐 只是这波雨势 已导致屏东多处淹水 如今居民重建家园 就盼灾情别再出现 记得苏书伟片封岛